诶 哈喽 在做直播 哈喽 大家好 小吴好 我看一下哈 有没有上到线 等你们上线一下 看一下画面声音会清楚吗 哈喽哈喽 等大家上线一下哈 嗯 听电话响 没关系 好 等你们上线一下 OK 哈喽哈喽 大家好 我在新加坡 我现在在新加坡 我们的新加坡的 这一个分行这一边 OK 哈喽 美丽的星期六早上好 等你们上线一下 我们打打招呼 哈喽哈喽 新加坡的朋友 我在新加坡了 OK 我是从昨天就在新加坡 然后今天住新加坡 昨天晚上我住在新加坡 然后今晚上也是住在新加坡 我明天晚上才回 OK 好 等你们上线一下 哈喽 我做一个快速的直播 短直播罢了 因为等下我吃了午餐 今天要看三个风水 然后还有就是也要算命啊 算流年啊 所以今天在新加坡也是属于很忙碌的 所以早上忙到现在哈 刚刚有一点点时间 那我就想哎 跟大家在线上打个招呼一下 那也通知一下大家哈 尤其是新加坡朋友 那我来到了新加坡 所以呢 如果你们想要过来新加坡的门市 这里走走 看看一下哈 来感受一下水晶能量厂的力量哈 也可以 等一下我们过去看一下水晶能量厂 是不是已经开放了哈 因为我来到这里 我还没有时间走进去看 那我一直瞒着 因为很多客户要见 那每一次排起来 我来到新加坡 大概两整个礼拜来一次 然后有时候不一定哈 那我的appointment也挺多的 OK 好 大家下午哈 现在是吃饭时间 你们都吃饱了吗 OK 看到大家的带现很开心 这就是我新加坡的办公室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起来很整齐哈 那我还是要呼吁一下新加坡的朋友哈 我还是有很多你们的货 我们看这个角度哈 就知道 这是我的一个就是waiting area OK 我的就是休息的一个空间哈 那整体上就是嗯 你看到还是很多你们的货 所以新加坡的朋友 如果你们有在我们这里 先要单买东西哈 你们记得哈 一定要来取货 一定要来拿的 所以不要放得太久 OK 你看你们的东西冲了三次来 但是呢 这次呢 我看起来还好一点 你看一下哈 整体上感觉像减少很多了 OK 干净很多了哈 OK 要不然这些 你看鱼子乱七八糟 明明这两张椅子哈 是配着这一个的 那全部没有地方放 全部挤在我这边了 也会导致到我的气场 产生混乱的这个状况哈 但因为我们其他的空间都很有限 你要知道在新加坡哈 是寸土如金的一个地方哈 所以每一个空间都很贵 所以我们拿下的三间店面哈 有一半都是在办你们的货 所以新加坡朋友 如果你有下单买东西哈 要来门市取货 然后货已经到助理通知你们了 你们记得一定要来取货 OK 好给大家看看 要不要要不然你们的东西 我要雷龙卖掉 你看 这都图画 全部都挤在我的位置上了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哈 这是我的工作位置 那我的工作位置 你们有注意到 有什么风水特别吗 OK 因为这是 其实当我坐下来的时候 这一边是我的左手边 OK 坐下来的时候 这边是我的左手边 所以你看到 这是我椅子 这是我左手边 然后注意看我左手边的风水 我放了 我放了孔雀 孔雀呢 也是凤凰 那对于我们做生意的人来说 那是非常好的 那凤凰呢 在古代 中国古代 他是有辟邪 然后挡掉一些不好的东西 比如说别人对你的一些不好的诅咒 可以放孔雀或凤凰 来把你做抵挡的 所以通常呢 我的办公室 每一间呢 你会看到这个孔雀 不稀奇 然后我放的是金孔雀 金孔雀的力量比较强 OK 然后还有花收 因为还是有粉丝送给我 因为刚刚在Birthday month里面 这就是我的风水位置 你可以看到我摆的东西 然后在这个 这个房间里面 其实是很阔 很舒服的 很大间的 就是因为顿了很多货 所以才会导致到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 诶 哈喽 OK 让我们现在走出来外面这里看看一下哈 诶 进来 有人 开门给他进 嗯 OK OK 好 所以给你们大概看看一下哈 就是我们的这个门市店哈 我们的门市店 所以新加坡的朋友 如果你们想要过来我们门市这边其实很方便 因为我们就在大陆这边哈 我们是在Jalan Versa 然后301 Jalan Versa就停着外面 所以非常方便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哈 他的地点很容易 因为当我选择地点就是因为要方便大家 就是有MRT 然后有parking 有足够的parking位置 OK 好 你好 你好 怎么得空 今天有做过吗 没有 今天有休息哈 特地过来哈 谢谢你们 OK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 这里哈 外面这边 OK 在这边也要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新加坡的朋友 那你们可以直接来我们的门市 取货 我们有福字贴 那有春联 全部已经到货了 OK 全部有在新加坡门市这里 所以你们要来这边 买现货 其实非常方便的 那你看到这个春联哈 OK 春联有两个款式哦 一个是商业的 做工的哈 商业的春联 这个春联你们买了 不要这样快挂上去 跟福字贴也是一样 不要这么快挂上去 你要等到新年的时候 OK 我们要接近这送神 我们送神日这一天哈 OK 12月24这天 农历12月24 你才可以把它挂上去 我把镜头切换 给你们看一下哈 OK 这样子 这样子容易看哈 OK 我们这样子看 嗯 你们可以过的 我只是拍上面 我只是拍上面 你们可以过的 嗯 只是这个画面吧 来给你们看一下哈 因为我们进去里面刚刚推出的这一个啊 那对新加坡的朋友 如果你们是想要直接过来门市这里购买哈 其实非常方便 你们直接过来就行了 OK 然后你们也可以直接过来看我们的这个现货 也可以过来feel一下 OK 这是住家的春联哈 春联 住家的春联 你知道在过年期间哈 很多人就喜欢挂上红彩布 过年期间呢 我们挂上红彩布是错误的 因为正式来说呢 过年期间不是挂上红彩布 应该是要挂上春联 所以我们在门口 那边要挂的是春联 还有就是符字贴 这是过年期间 每家每妇 华人家庭里面都应该要这样子挂的 如果这是一个大门 你就这样子 放在你的门口 一个符字贴 那门的左右两边呢 你就放对联 门的上面你就放横坯 你应该要这样子放的 很特别吧 这是居家的 OK 当然这个符字贴 我们就有两个款式 一个是这个正方形的 另外一个款式呢 是我很喜欢的 这个零形的 所以它有两个款式 近一点给你们看 所以新加坡的朋友 你们非常方便 如果你们觉得 想要来看一下 我们推出的 这个符字贴 然后每个人都讲美 然后你还没有正式的 feel到的话 你过来这里看 这真的美 OK 看一下 真的漂亮 我们的这个符字贴 OK 当然在线上的你们 如果你们想通过 就是直播间里面 通过线上这里下单 其实也是可以 注意了已经开 那这个零形的呢 这个零形的哈 这零形呢 是最传统的形状 也是最多人喜欢的 那自古流传下来呢 家家夫妇 一定要贴 零形的符字贴 贴在大门口 贴在玄关 贴在客厅 都可以 所有的房门外面都可以 除了厕所门 不可以贴 还有家里的后门 不能贴符 所以这个要注意 其他的空间 你都可以贴 甚至 store房的门口 都可以贴的 所以这个零形呢 是家家夫妇 应该要有的 符字贴 所以这个呢 的价钱呢 是马币 38 新币是多少 新币13块 所以新加坡的朋友 你们可以直接来门市 购买 或者通过 网络 外地的朋友 或者是马来西亚的朋友 或者其他地方朋友 如果你是要以马币来购买 你就打算 A38 这个 马币是38块 新币13块 你们自己打算来 然后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你不要只是买一副 因为一副挂上去 一副standby 一副万一 你要就是 你要留着 这纪念收藏品 收藏起来的话呢 你就买三副 A38加3 你可以直接买三副的 然后我们有符字贴 后面一定要写名字的 如果没有写名字 他基本上力量不强 那这个符字贴 有三个印喜 一个是看西皇帝的印喜 就在这边 这个上面 然后这个是神龙元帝的印喜 看到吗 就在这个火 龙珠的下面 神龙元帝的 还有一个就是 看西皇帝的印喜 三个印喜 就在这个符字贴上面了 所以是有经过 特别加持的符字贴 在外面市场上 你基本上找不到的 所以这个名字是A38 如果你要这一个符字贴 赶快打上来 A38 加1加2 我建议加3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你黏着 一个你要收藏起来 你要standby 万一他在六个月后 有拖色 或晒到太阳 或者是有坏掉的现象 你要补上去的 另外一个呢 你收藏起来 如果你家有两个门呢 你就要买 算费了 六个 OK A38 那么四张呢 是一个packing 所以呢 你也可以直接A38 加4 OK 所以这个都很棒 你看我们的符字贴 超级美 超级超级美的 OK 超美 真的超级美的 这个是零型的符字贴 是最多人最喜欢的 A38 新币是13块 新加坡朋友 可以直接来看现货 然后这个呢 是B款的 OK B38 它是正方形的 OK 正方形有正方形的特色 有些人就喜欢翻翻正正的 所以正方形也是很漂亮 基本上呢 我家里我都会贴两个形状 因为各有各的空间去贴 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然后 也有很多人喜欢正方形的 正方形的cut呢 是B38 价钱一样 马币38块 新币 新币 是13块 是不是很漂亮 然后我们的 这次的符字贴 都有带着加持 一样的 上面都有 康熙皇帝的应洗 然后神龙元帝的应洗 还有就是 天下第一福的福字 下面呢 就有一个 宣言皇帝的应洗 所以是结合了 老祖宗的 这个祝福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 皇帝的 宏运单头 康熙皇帝的 天下第一福的福字 然后还有加了四个大字 很特别的 叫乾坤日夜 注意看 乾坤日夜 这就是他的一个特别 外面你找不到的 然后后面呢 一定要写上名字了 过后你才可以贴上去 那旧的福字贴呢 你就贴上去过的福字贴 旧的 每一年都必须要拆下来 然后化掉它 然后要把它送回去的 因为福呢 是我们请回来的 我们叫请福 所以把福字贴请回来 OK 所以你要请福字贴的朋友 这个是B款 打算B38加几 自己填上来 然后注意看旁边的这个 我们的家居的 我们有出两款的春联 这个春联是过 就是农历 12月 24 送绳日那天 你才可以贴上去 这个春联呢 这个是 上面那一个 我们叫横坯 然后一个是三联 这边是三联 这边是夏联 然后在夏联这边呢 你就会看到 我上面放了一个稻米 OK 我们放了这一个 就代表着这一家呢 你要这样子翻 要学我这样翻 然后这个我们都是 送给你 代表着这一家呢 是五股丰收的 已经被加持了 然后同样的 上面你就会有看到应洗 宣言皇帝的应洗 就在稻米的下面 然后神龙岩帝的应洗 就在符字的上面 还有看西皇帝的应洗 就在你的心和高的中间那边 其实全部都有特别加持 如果这是你家的大门的话 你是single door 你要这样子贴 如果你是double door的话 符字 你就要贴两个符字 OK 然后呢 才把东西平均的 平衡的贴上去 这样子就很有过年的气氛 因为过年就是要这个样子 然后这一个符字 这整个春联对联 这整个对联和上面的横坯 还有稻米 它这是属于一套的 但我告诉你 因为它是属于手写的 师父 就是用手写下去 所以你看它纸是偏薄的 所以有时候挂在门口 怕久了过后 几个月过后可能会有裂 或者是有沾到水 有变色的现象 我建议你们买多一套 stand by 着 可能几个月过后 你觉得当有不美的话 在门口 你就必须要跟它换掉 一直保持着 这样子红红 美美的一套 然后这一个 这个春联的quit是多少 给我看一下 我没有戴眼镜 这个春联的quit是多少 来就在quit 去看看 在不是不是quit 面子书里面写多少 直播啊 我看不到然后多少钱 因为我没有戴眼镜 A50哈 这个是A啊 这个呢 OK 这个呢是A50哈 春联这一套整套 包括这个稻米 所以呢是 马币50块 所以quit呢是A50 如果你要这一整套的话呢 你就打算A50加1 就是一套 但我建议你最少加2 OK 那这为什么呢 因为我担心几个月后或半年 他挂在门口 有时候我们日晒乙龄啊 或者是遇到什么状况 人家不小心思道啊 基本上就不可以用 你就必须换一套全新的 OK 你不可以让有破裂 或者褪色的 这个春联 一直待在你的门口 待到新的一年来临 不可以这个样子 所以他必须要长期保持着 这样子新兴的 全新的感觉 所以你就必须要 standby多一套 甚至standby多两套 OK 所以这个quit呢是A50 这样三张哈 再加稻米 是50块钱马币 所以自己打上来 A50 加1 加2 自己打上来 然后这一次呢 我们也出了一个叫三月的 OK 做生意的朋友呢 当然也要有一些春联 对联 也要有带来新年的气氛 所以做生意的朋友 如果你要新年的气氛的话呢 建议你们用这一个 也有横批 也有上联 也有下联 这个春联哈 一样会有这个稻米 做生意的50块一样 什么quit哈 B50哈 OK 所以做生意的朋友 你会发现上面写的四个 横批的 不一样的是大展宏图 家居的是福星高照 住家的是福星高照 做生意的是大展宏图 所以当大是第一个字的话呢 这个叫三连 这个叫下连 通常就在下连那边的 我们会翻上这个稻米 OK 所以你也要跟着我这样子来念的 那么上连呢是财源管境 爸翻来 下连是生意 新荣 通四海 所以这个不是放在住家的 这是放在做生意的 除非你在家里做生意 家里也是你做生意的地方 那么你还可以翻这一个 要不然的话 住家呢 我们一定要翻跟住家相关的 福星高照 然后福望 财望 家宅望 所以他的意思是在这里 然后家心 人心 万事心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千万不要弄错 这是住家的 住家的QOOT呢 是A50 这样一整套是50块 然后 这个是山叶的 山叶的超美的 你看 我就特地设计了 这样子的 感觉上就很有才气 很会造才的 所以做生意的朋友 当过年的时候呢 你就开始要 就是大草厨 在工作上 然后骂穿 骂全部东西 然后就开始要收工了 那个时候呢 你就贴上去 因为当你一开工的时候 比如说你正月初五 或初六 去开工的时候 整个是新兴的 那个感觉 不是等到开工的时候 才粘上去 做生意的朋友 你同样要是在 送绳子过后呢 就可以把旧的东西 给拆掉 然后在那个时候 就贴上去 贴上去了过后 你就可以准备收工了 OK 你可以在收工的时候 这样子做 然后收工了过后 然后当你开工的时候呢 它就是一种 全新的那感觉 那你就开门大吉了 OK 所以这是 做生意的朋友的 三月的 三月的朋友 所以三月的朋友 这个春联配套呢 有包括这个稻米的 OK 春联的这个配套 一样是五十块 它的Q是B50 所以做生意的朋友 如果你们是要 买来给自己的生意 新的一年带来 旺旺的那感觉呢 你打算B50 加二吧 因为我告诉你 一定很容易脱色的 而且它的纸张呢 是 虽然我已经特地 选了比较厚的纸 但是毕竟 毕竟这种都是 属于纸 而且是手写的 这种状况 所以 放在久了 过后 它一定会有脱色 可能 人静静处处手痒 去跟你弄一下 就会有破裂的现象 但有破裂的现象呢 在做生意的时候 是不可以的 所以你就必须要 换掉它 所以做生意的朋友 我觉得你投资一点点 在你的这个 春联这一边 代表这一年里面 你的生意红红火火 非常的好的 所以呢 我看做生意的朋友 最少要买三份 这是什么 OK 做生意的朋友 你最好是买三份 同样是有应喜加持 我们一定有加持过的 不会给你没有应喜的 你最好买三份 因为你时不时 可能会有这个脱色 或者是 会有塞到太阳 日晒雨淋的状况 你就要去换掉它 所以做生意的朋友 他的寓意很好 你看 裁员管境霸 翻来 听了都闪了 然后是师父亲手写的字 这个是B38 B38 然后看看一下 上面的四个大字 横梯 大展红图 感觉是不是就很够力了 OK 然后你也可以放上 符字贴去 一样的 然后注意看 下连是 生意 兴隆 通四海 是不是很棒 然后你注意看 我每个 都是有它特别的意义的 那这是我特别选给 三页的 所以三页的朋友 你们放这一套上去 就对了 三页的朋友 有B38 打算加几 你可以加 加三加四 如果你有几个门 你可以放几个的 就要有新的一年 开门做生意 每一个人做生意 在新年的时候 他就会关门去 回去庆祝 然后全部员工 就去休假了 然后新的开始 我们叫开工大吉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点喜庆 这个就是喜庆 让员工有一种 焕然一新的感觉 就觉得新的一年 我们的生意会更好 所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你要把衣镜带出来 所以你可以就是贴上这样子的 让员工也有这种感受到 那个不只是家里的气氛 来到工作 也有一种全新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B30 B50 50块钱嘛 超便宜的 所以你可以B50加2加3 因为你要stand by OK 这是住家的 我曾经也看过很多住家 他贴了这个门帘 春帘对联 然后啾啾拖色 然后破掉纸 破掉全部不好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stand by 因为很多人就没有想这样多 就买一套 买一套 他破裂了 他怎么办 所以就会不去管他 其实你要买两套 买三套 你stand by也好 甚至你也可以送给人 很多人很喜欢这一个 然后也很难找到 有特别加持的 而我们是特别加持的 我走近给大家看 然后我们的特色 是在这一堆稻米 这里我们会有五股 在这边代表 这一个家是五股丰收的家庭 在新的一年里面 他能够五股丰收 所以家上面是有五股丰收的 做生意的朋友 他是生意的上面 会有五股丰收的现象 所以做家里的朋友 我们是特别相伴 所以家会有五股丰收 代表什么呢 这一家人能够赚到更多的财富 赚到赤更好 所以是衣食无忧的一个家庭 所以这一个住家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写的横批是 福兴高照 家庭一定要有福气 所以他是属于 福兴高照的一个家庭 然后善联呢 福旺 你看我们选的都很漂亮 福旺 财旺 家宅旺 OK 然后再看他的颜色 我告诉你 每一样东西我都有特别去摘学的 然后注意看他的颜色 他的色彩 然后这是师父 书法家 手写的 不是印上去的 所以自然呢 这一份和那一份 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手写的 所以你不能够指望 每一个好像印上去 撞上去一模一样 不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这次我给你看一下 他的整个细节上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贴上去 家里有一种 就是那种过年的喜庆 然后红到超美的 这一个呢 是三连 OK 这一个呢 是下连 上连和下连 千万不要弄错 不要贴倒反 OK 下连呢 是家姓 人姓 万事姓 家姓 人姓 万事姓 所以是很好的意思的 OK 很好很好的意思的 所以这一个呢 是A50 如果你要这个 住家的 春连呢 带给家里 有旺旺 很有过年 很有喜气感 的那种感觉呢 你就打算这个 A50 我建议 住家普通的 最少加2 OK 三叶的话呢 你加三 做生业的朋友 你加三比较好 因为三叶通常 比较多人 去动来动去 它容易破裂 所以你一定要换 如果你能够 加多一点 你换多一点 因为当你一觉得 有一点破裂 或者不美的话 你直接换掉它 就能带 一直带着那个喜气 我们要这样子的 一个感觉 一直喜气 一直带 从年头 带到年尾去 要这样子的感觉 OK 所以这是住家的 然后呢 再贴上福字贴 贴上的福字贴 是不是感觉 整个新年的气氛 就扭了 那个嗡的感觉 就有了 就到了 所以我们的福字贴 非常立体 非常漂亮的 细节上 再给大家 仔细看一下 这个是B款的 然后才马币38 我们的东西 到了新年 这个阶段 都是足以回馈 所以很多东西 都很便宜 马币38块 而这一套 包括稻米 马币50块 所以非常便宜 所以你们自己打上来 等到我们的货出完了 那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个回馈呢 你们就好好的珍惜 把握下来一下 所以这个呢 是乾坤的钱 然后我们的主题呢 这次是希望大家 新的一年里面 能够乾坤日月 能够扭转乾坤 然后得到日月的精华 然后这个福字呢 也是非常特别的福字 我们叫做天下第一福 这叫福气非常的好 然后呢 那再来就是 贴上我们的福字贴 尽量不要框起来 不要用玻璃 不要Laminate 不需要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要你们贴上去 就是真正让你们去feel的 如果当你觉得 你自己本身的 想要转运 或者是想要再 谈一些重要的东西 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你可以摸的 其实就是这一颗龙珠 你可以去动 这一颗龙珠的 所以整个福字贴 你也可以给别人去动 它很好意义的 它就是带福气来的 就对了 所以是可以去触摸的 你要有触感 所以千万不要把它 Laminate掉 或者把它flame起来 然后呢 我们也鼓励你们 就是到送绳子的时候 就要把它拆下来换掉 这个福呢 请 我们只是帮你加持一年 我们只请一年的福 然后下一年呢 你就必须换新的福字 所以这个呢 是B款的 打上B38 B38 这个呢 是A款的 是菱形的 所以呢 就打上A38 是不是看起来 A款的 比较有那种喜气感呢 OK 这是A款的 这是完全贴上去 再没有框起来 就是你直接看到的 那个感觉 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的美 非常的棒的 你绝对喜欢 你送人 他都很开心 你可以过年过节的时候 不知道送礼 送什么给人家 你可以送这样 整套过去 给亲朋去友 OK 非常高兴的 非常有喜气感 OK 所以这一款呢 是A38 同样呢 你们就自己打上来 A38加几 自己打上来 OK 好的 那我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个 春联对联的 OK 那么我现在在新加坡 门市这里 OK 能量厂可以开了吗 新加坡 整个能量厂都有了 可以开灯 我看一下 哪里开灯 OK 他们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新加坡的能量厂 要出门了 OK 好 我要出去看风水 快速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们想要进来 我们的水晶能量厂 新加坡的水晶能量厂 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灯 没有开 OK 这就是我们新加坡的 水晶能量厂了 我们已经重新开放了 如果新加坡的朋友 你们想要来这里 感受一下水晶能量的力量 过来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鼓励大家静坐 你可以像这个人 这样子静坐 然后坐在每一片水晶上面 都可以坐一个人 尽量坐一个人 OK 不要跟别人学 因为保持社交距离 然后每一种水晶 它都带来不同的功效 如果你想要吹彩 你可以坐上黄水晶 你想消耻 就是进来很多 担心一些是非的东西 或小人的问题 你可以坐上 黑药石水晶 还有就是感情运势的话 增加你的人员运势 你可以坐上这个草莓晶 还有增加你的沟通 思绪的话 你可以坐上清金石 还有胎晶 还有粉晶 OK 还有好多 天和石也有 还有一些混色的水晶 OK 他们的灯应该还没有开完 OK 所以你看我们这里 就是我们的水晶能量产 你们都可以 还有护眼石 增加勇气跟信心的水晶 所以可以过来 我们的水晶能量产 就是给你在里面静坐 然后是完全不收费的 这是我们免费开饭给大众的 OK 好 把我们的水晶能量产 如果有时间 有机会的话 你们过来这边静坐 OK 来提升我们的 这个能量 我们人体有气脉轮 来这里感受一下水晶的力量 有些人进来都会觉得头晕 因为水晶的磁场是很强的 OK 好的 那么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完全下线了 你们继续打上来 这个 符字贴的 这个 连接 OK 然后自己好好的 就是 看看一下我们的产品 我们产品我自己 当我设计这一整套的时候 自己也觉得 好高兴 好骄傲 真的很美 OK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 每家每妇 华人家庭 每个圆环子身 每家每妇 都能够有我的福字贴 还有我的春脸对脸 OK 好下线线 拜拜 等一下我去看风水 在风水现场 如果有些特别的风水环境的话呢 我也会做直播给你们看 OK 就这样了 拜拜